被炸毁的坦克上面还留有俄罗斯国旗全被抛弃在路边 这是乌克兰收复领地东部利曼的最新景象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正式在利曼 扫出俄军踪击另外也光复南部赫尔松战略重镇 俄罗斯在战场上很显然陷入困境 社区媒体流传的影片与俄罗斯官媒大外宣 宣称的装备精良宛如两个世界 有新兵甚至自拍影片狠狠打脸政府 俄罗斯大肆招募后备军人现在CNN称说成了一大笑话 连盟友车场领导人卡迪罗夫也看不下去 不愿意再打败仗要普京动用核武 随着核武威胁声闻 美国媒体新闻周刊引述报导指出 华府对普京发动斩首行动也不无可能 不过从战争种种迹象看来 美国前中情局局长裴卓斯受访表示 普京早就已经输了这场战争 TVBS新闻做不到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